这些 弄回来我们晒点湿的饼 谢谢 谢谢 好 妈妈剁 好 你先吃 早上喝完稀饭 看见我吃个咖喱饭 我吃个咖喱饭太着急吃 太得想吃 先给它热了一个不辣的 好 你快点吃 我都好快吃完了 小鱼得吃饭呀 小鱼 小鱼多吃点 赶快长大 小鱼长大了是不是 比以前长大了 小鱼 前两天我弄了一部分了 就在这上面玩 不用下去玩下去玩不行就抖了 妈妈看不见的地方就抖了 妈妈不在就摔抖了 不准下去 今天天好 这家伙最近 最近幼儿园不是流行那个小病流吧 上吐下泄的 今天就没让它上幼儿园 天好 我把这点柿子刮刮皮剩起来 这柿子饼 好 你先放在地方 妈妈一个干弄 你先买着大柿子呢 不过是发色的这种的 发色的这个就是 晒柿子饼比较好 刮刮皮 每年我们都会晒点柿子饼 也不是全部为了吃吧 就是这个柿子饼其实可吃可不吃 就是我刚 那两天我老公还问我 我刚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刚来日本的时候 哎呀 就是自己要不舍得买 手头要紧张 这是我们家地里边长的那个小柿子 不点不点的 我都让我老公弄回来了 晒一晒 发色的那个小柿子 好 谢谢 弄回来我们晒点柿子饼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柿子饼我去上班回来之后呢 也没吃中午饭 一般得等几点 两点钟左右才能到家 到家之后 我先用手在院子里边 看看门口自己种的花 种了东西 浇浇水了 耗两把草了 再拽个柿子饼吃 那时候吃完了之后 直接把那个里边那个柿子 里边那个籽 吐在这个院子里边 所以我们家院子 现在有好几颗柿子 就里边这个籽 你随便吐在那个土里边 它就长出柿子树苗来了 就是长不大 我老公那天还说 哎呀 我们地里边这柿子 得弄回来晒晒晒 我说晒不晒都行 太小了 我老公说 那你那时候那么喜欢吃那个 小柿子饼 也不想我小 那时候就是刚来日本嘛 就是不舍得 再加上自己那时候 刚从大坑里爬出来 好 再给你妈妈拿一个 刚从大坑里边爬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天不冷真好 这家伙昨天在家里边闷了一天了 今天憋不住了 就想出来溜达 我今天啥也不干 因为他不太舒服 本来其实昨天就想和他爸 领着他出去玩的 我们昨天这里下雨 他也不舒服 又把他爸给传染了 他爸也上土下泄了 就是有点小病毒那个感觉 所以说大了吧 体质不行 抵抗力不行了 被他闺女给传染了 他爸也不舒服 上土下泄了 本来也由于他今天领着他出去玩 但是心也散了吧 出去玩太费体力了 谢谢 谢谢 太费体力了 还是在家里边休息休息吧 不行今天就在院子里边玩吧 在院子里边干点啥吧 我们明年晒点狮子吧 还是还有一方面就是 到了年底了哈 就是上贡嘛 我们这里就是公婆的牌味 都放在寺庙里边 再给妈妈拿一个 公婆的那个牌味 放在寺庙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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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明年都要交钱的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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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年底了嘛 我们也会拿点狮子饼啊 拿点狮子饼皮 对妈妈把皮削一削 拿点狮子饼去那个寺庙里边上供嘛 家里边也要摆的哈 年底我们这里 等大家看吧 年底的视频哈 年底会就是 用点年糕饼啊 用点 一种树叶子哈 嗯 还有狮子饼啊 放在家里边 就像我们过年 我们都要贴年画啊 贴对脸什么东西啊 这里好像 不贴的是对脸 就在门口 放点 门上会挂点那个什么 用稻草做的一个装饰品啊 啥东西 家里边就会放 那个年糕 家里边放点年糕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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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妈妈干活了哈 现在想赶快长大 长大帮妈妈干活哈 爸爸妈妈老了 嗯 再长大了 这种晒狮子饼的活 就交给欣娜腔了哈 啊 啊 皮 爸爸妈妈去把这个 这个狮子买回来 帮妈妈妈 爸爸妈妈小小皮 挂起来晒狮子饼好不好 行不行 能不能干 能啊 好 谢谢你哈 嗯 嗯 柿子你说大家好 这是柿子 乌鸦 这是一个乌鸦 先把这几个先先挂起来吧 这盆太小了 没地方放 我先挂一把 这不就行 那得坐坐 哎真好 你看看天上有没有月亮 有没有月亮 嗯 嗯 有月亮啊 有没有月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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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看橘 柿子 对不对 你说大家这叫柿子 对不对 这两千年认识哈 妈妈晒的柿子 晒的柿子饼 这个柿子刮完这个皮 还可以腌白萝卜这个 味道好吃 那个颜色也好看 今年就晒这些吧 不晒了 够了这些 那天买的花 顺便今天天好 这家伙也在家里边 我们就种一种哈 买一点多肉 这叫玉露 说是玉露对我啊 运气比较好 哎 哎 这个给你吧 你看 这十度了 哎呦 孩子老爸爸回来了 估计是忘拿钱包了 没饭吃 这俩都拉肚子 又吐又拉 三个人就我 还是健康吧 吃个苹果吧 中午就不吃那些饭了 飞机得飞 是不是 是不是飞机